好 花钱很容易 赚钱不容易 荷包越来越薄 而这个连锁便利商店锁定了开车组 推出了200多项民生用品大降价 要跟量饭店拼了 史无前例 便利商店200多项民生用品 价格杀很大 正知用推车采购个两大箱 也不会心疼荷包 以前在便利商店卖很贵的洗把金 卫生棉 卫生纸等等 下沙85折 柴米油圆这些自由品牌 最多也能省下23% 还有量饭预购区 整项的泡面 止尿布通通五八折起 价格杀很大 抢工庶民经济 要让民众不用开车省下油钱 还能够有量饭店的评价消费 女性的卫生用品 以前我们一般不会在便利商店买 大部分是在卖厂 那现在我们会觉得 如果价格一样的话 我们当然很愿意啊 因为可能就在家楼下 也不用提得这么远 还有超商开辟彩妆保养专区 女明星代言的保养品 这里主打小包装低价格 像是知名品牌的BB霜体验包 只要39元 分量价钱小而美 用完再买 同样锁定的是荷包有限的庶民经济 只要在家里附近啊 那随时可以看到最新流行性的 而且最新最hot的一些美妆商品 或者是一般商品 那随时都可以来做体验 看准庶民经济 便利商店多元化经营 甚至还能够租骗 替民众省时省油 也省下荷包 中天新闻路要东许少平 Tabby报道